是通过比较企业连续几期 你要看趋势 你肯定要分析几期的吧 它的财务报表或财务比率 来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变化的趋势 并依此来预测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 判断企业的发展前景 财务趋势分析的类别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 就相对于第一个知识点的 其他内容来讲 这个比较重要 有比较财务报表 比较百分比财务报表 和比较财务比率 那它们各自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都简单快速的看一下 非常的简单 一看就懂 好 我们先看一道多选题 一般来说 进行财务状况的趋势分析 主要应用的方法有 A 比较财务报表 B 比较百分比财务报表 C 比较财务比率 D 比较发展能力 E 比较经营环境 应该有什么呢 可以比较财务报表 比较百分比财务报表 比较财务比率 这三个答案ABC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下 比较财务报表 比较财务报表 非常简单呀 就是把企业连续几年的财务 报表当中的数据呢 去对比一下 这里我就不念了啊 它的 这个 具体的说法呢 做法 我就不念了 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看立题吧 你比如说这个啊 它比较什么呀 17年的资产总额 18年的资产总额 19年的资产总额 好 通过对比 这个企业连续三年末的资产总额 我们可以看到 18年的资产呢 比19年增长了343万元 然后19年呢 比18年增长了700万元 就是他减他啊 好 然后18年的资产增长率是多少呢 是9.92% 也就是343 除以3457 我们刚才讲的增长率的进展方法啊 然后19年的增长率是18.42% 好 分析假公司2017年到2019年度的比较资产负债表 可以得知 18年的资产总额是3800万元 比17年呢 增长了343万元 增长了9.92% 19年的资产总额是4500万元 比18年增长了700万元啊 增加700万元 增长14点 18.42% 你看 是不是非常简单 就是对比吗 只要咱十字都能把它比出来啊 好 我们再来看比较百分比财务报表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比较方法 它的具体方法 比较财务报表呢 是比较各期报表中的数据 而比较百分比财务报表呢 则是比较各项目百分比的变化 一次来判断企业财务状况的发展趋势 我们刚才讲的比较财务报表 就直接比财务报表当中的数字 而比较百分比呢 它比的是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 还是这个企业啊 它给出了17年18年19年的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额等等啊 好 然后要比的是什么呢 要比的是这些 这些是什么呀 这个是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呢 它占资产总额的比率 也就是一个企业的总资产是 在17年末的时候是3457 其中流动资产呢 是1580 非流动资产是1880 那么也就是17年 流动资产占 总资产的比率是45.70% 非流动资产是54.30% 到18年的时候 流动资产 你看它的比率变成了45% 到19年变成了44% 那通过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对比这个比率啊 他们都是叫百分比吗 都是算出来的数啊 好 通过比较这个 可以知道这个企业的 流动资产比率在下降 而非流动资产比率在上升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去分析一下 你像负债 它在整个资本当中的比率 你看17年的时候是50.71% 18年呢是48% 后来变成了46% 所以负债的这个 在资本当中的占比呢 是下降的 而股东权益在资本中的比值呢 是上升的 好 这就是 这就叫比较百分比财务报表 好 很简单啊 从假公司的比较财务 比较百分比财务负债表中 可以看到 假公司的流动资产 在资产中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 而非流动资产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 那么负债呢 在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呢 也呈下降趋势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里啊 而从这个 而从股东那里获得的这个 权益的比重呢 带上升 所以企业的财务风险 有所减少 负债带下降 然后股东给的钱带增加 那不就是 要还债的风险就小了吗 就是财务风险小了 好 这里呢 也这个什么呀 也对利润表进行了一下 该方法的一个运用 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就不啰嗦了啊 好我们接着来看 最后一种方法是 比较财务比率 比较财务比率 也就是把我们第一节 讲的那些比率 然后连续找几期出来 然后给它对比一下 你比如说 17年的资产负债率 18年的资产负债率 19年的20年的 通过分析这些比率 分析企业的一个财务状况 或者是发展趋势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 比率分析法和 比较分析法的结合 你求比率的时候 那用到的是比率分析法 然后两 这个互相对比 这个就叫比较分析法 这种方法呢 更加直观的反映了企业 各方面财务状况的 变动趋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 这个啊 它的17年的流动比率 是1.91 18年是1.90 19年是1.98 可以通过分析 这三年的流动比率 得到 这三年的一个 就是短期常债能力 我们看一下 其实最后是增强的 然后速度比率呢 也是增强的 然后资产负债率 我们看它是什么呀 它是下降的 它从0.51 到了0.46 其他的也是同样的 好 这里的表述呢 我也不说了 就是很简单 好 我们第一个知识点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接着来看财务综合分析 那这里呢 其实就是介绍了杜邦分析法 它是利用几种主要财务比率 财务比率 我刚才讲了 就是对资产负债表当中的项目呢 去做对比得出来的数 用这个 它们之间的关系 来综合的分析企业财务状况的方法 好 这是咱们书上的杜邦分析系统图 大家看 它从什么入手 或者说 它考虑的是谁的利益 是股东权益报酬率 所以在前面 讲 这个指标的时候 讲那个 我们回去看一下 其实老师在前面也讲过了 但是呢 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还是再来看一眼 讲这个 股东权益报酬率的时候 说过什么呀 它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核心 所以你看是不是呼应上了 那个杜邦财务分析图 它是从什么开始入手的 从股东权益报酬率入手的 也就是 它关注的是股东的利益 股东权益报酬率 就是股东投进来的钱 每一块钱有多少回报吗 所以它是代表了股东的利益 好 股东权益报酬率 咱们这里呢 它是把按照咱们前面 表格上弄的数字 又给它求了一下 这里我们就不啰嗦了 股东权益报酬率 我们刚才讲的 它应该等于什么呀 等于 净利润 在我们第一节 讲到这个 获利能力比率的时候 讲到这个 股东权益报酬率呢 它等于净利润 除以股东权益 好 这里呢 它又说等于资产 资产报酬率 乘以平均权益乘数 为什么呢 我们想一想 资产报酬率等于什么呢 资产报酬率 它等于净利润 除上平均资产总额 这个应该是平均额 好 这个是总资产平均额 我直接就写个总资产 除以总资产 然后平均权益乘数是多少 平均权益乘数 我们前面讲了啊 这个权益乘数等于 总资产除以股东权益 那么平均权益乘数呢 就是平均总资产 除以一个平均股东权益 好 这两个一乘 你看是不是这个 总资产平均数 直接约分掉了 剩下的是净利润 除以股东权益平均数 所以你看是不是和我们 讲的它原始的一个 计算公式是相等的 所以呢 它等于资产报酬率 乘以权益乘数 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这些公式要掌握的 就是咱们这个表当中 涉及到的等式的介绍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这个资产报酬率 它又等于什么 资产报酬率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在那个 这个盈利能力比率分析的时候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净利润 除上一个资产 总资产平均数啊 我去写个总评 好 这里呢 它又说等于销售净利率 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销售净利率呢 等于净利润 除以销售收入 而总资产周转率 等于什么呀 等于销售收入 除了存货 是销售成本 其他的都是销售收入 除以资产总额平均数 它虽然没写个平均数 但实际上 你看这里说了 七出七末数 已经告诉大家 这是个平均数 好 然后 这两个式子一成 你看是不是销售收入 和销售收入约分掉了 最终等于什么呢 等于净利润 除以资产总额平均数 是不是和它相等 所以 这个资产报酬率 等于销售净利率 乘上一个总资产报酬率 通过这样一个分析 我们知道 股东权益报酬率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销售净利率 也就是等于这个数 乘上一个总资产周转率 再乘上一个权益乘数 权益乘数 好 你看这三个比率 销售净利率是个什么呀 是个获利能力指标 而总资产周转率是盈利 盈运能力指标 而这个权益乘数 它是一个常债能力指标 也就是杜邦分析法呢 把盈运能力指标 常债能力指标 和获利能力指标 给挪到一起去了 去综合到一起去了 当然咱们书上没有讲那么深 我给你讲一下呢 有利于你去记忆 它最终转化为 这三个不同类型指标的一个成绩 好 我们看一下 股东权益报酬率和资产报酬率 及权益乘数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呢 等于资产报酬率 乘以权益乘数 这里我也给大家分析了 就是他俩相乘 等于股东权益报酬率 然后资产报酬率呢 等于销售净利率 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这个叫杜邦等式 注意一下啊 它叫杜邦等式 那销售净利率 等于净利润除以销售收入 然后它是这个啊 其实他俩相乘 你看不就是他约分掉了 最后等于净利润 除上一个资产平均总额 也就是资产报酬率的计算 所以呢 资产报酬率等于销售净利率 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咱们书上就介绍到此为止 他并没有像老师这里啊 带给你写一下 股东权益报酬率 最终等于他 其实就是浅尝遮止 其实核心应该是他啊 看一道单选题 某企业的资产报酬率是15 权益成数是2 那么该企业的股东权益报酬率 是多少呢 就他俩相乘呗 等于多少啊 等于30% 答案选定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第二节内容呢 也介绍完了 第二节其实考点也很明确了 首先第一个知识点 大家主要掌握的就是财务趋势分析的三种方法是什么 然后杜邦分析法这里呢 主要就掌握这几个等式 这几个等式呢 其实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其实也就是图中对应的这几个等式 好 但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第七章的内容呢 给大家就全部介绍完了 依然按照老规矩 系统化的在帮助大家把这些点给穿起来 首先来看第一节财务比率分析 财务比率分析里面呢 首先来看一下长债能力分析指标 它有分为短期长债能力分析指标和长期长债能力分析指标 那短期的有营运资本流动比率 速度比率 现金比率 而长债能力的有资产负债率 股东权益比率 权益成数 产权比率和利息保障分数 如果是会学习的同学 他就会干嘛呢 在这里给他接着往上写啊 营运资本等于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 然后流动比率等于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速度比率等于速度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速度资产又包含什么 现金比率等于什么除以什么 一定要会学 我们在前面分解讲的时候呢 是先把它拆分开 那最后这个图呢 是要把它再合到一起去分开合上 那么你的这个内容呀 掰碎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给它揉到一起 你也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么你这一张 他学的这个深度就不一样啊 好 然后再来看这个长期长战能力的这些指标 要和他去分开 让他们各自的计算公式啊 营运能力分析指标里面都有周转啊 注意还有对应的周转天数 另外那个分母呢 一定是一个平均数啊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获利能力分析指标啊 你看报酬 报酬 利利啊 他的 他的这个虽然说规律性不像 营运能力分析指标这么规律啊 但是也差不多啊 报酬 利润啊 然后你看发展能力分析指标呢 名字里都有增长 这个我不啰嗦了 当然他们的公式呢 你要自己给写一下 然后趋势分析啊 这个财务趋势和综合分析 财务趋势分析呢 包含哪三个方法啊 这三个方法呢 其实详细考的概率不是太大啊 那么财务综合分析呢 主要是杜邦分析法的这几个公式要掌握啊 特别是前两个公式 你像这两个公式 我们在前面比率分析的时候都讲过了 主要是这两个公式要把它记清楚啊 其实最终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就应该等于什么呀 等于他俩乘上一个权益成数嘛 带进去 另外呢 他叫什么呢 他叫杜邦等式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第七章结束了 我们整个第二部分 企业财务分析也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比较难啃的一个骨头啊 已经啃过去了 这部分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学习起来比较难 因为涉及到的公式太多了 但是考试的时候 其实特别难的公式 反而考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大家注意掌握一下面 就是你多掌握一下相关内容 但是呢 不要去挖深度 就老师给你讲过的内容啊 你知道的越多越好 咱们相关知识 他考试的特点就是这样 他不会考的特别深 但是他铺的这个饼啊又比较大 所以都掌握点 但是不要过分的去深挖 好 我们第二部分呢 就讲到这里 再见